大家好,欢迎来到卡卡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有趣又好吃的菜 火山土豆泥 首先,上个土豆洗干净 表面划上十字 蒸锅里加足够的水 放入土豆 大火蒸三十分钟 关火以后,把土豆放到凉水中 浸泡一分钟 觉得不烫手就可以扒去土豆皮 加一小勺盐 一块黄油 倒成土豆泥 然后我们来做像盐浆的酱汁 需要黄豆酱、淀粉、肉末和大蒜 大蒜扒皮切碎 调淀粉水 炒锅烧热 加上菜油 加蒜末 炒香 加黄豆酱 加一大勺老抽 加一大勺老抽 耐火 放入银子 好 好 是 虾 加肉末 加水 加淀粉水 姜汁就做好了 现在来做这道菜最有意思的部分 把土豆泥捏成一座山 中间用手指搓一个大洞 然后用筷子在山腰上搓一些小洞 最后把岩浆酱倒在火山上 是不是有火山喷发的感觉呀 加一点小葱来装饰我的小火山 谢谢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和留言 下期再见